利用三万公斤的盐 打造全台第一座的盐旅馆 会是什么的模样呢 地点是在台南的七谷 在这座盐旅馆里面 所有的家电还有家具 都是用盐做成的 非常特别 绝白的大床 妈妈抱着孩子试堂体验 感觉很特别 如果一个晚上还可以接受 可是我还是喜欢寒黄床 浴室里用盐做成的马桶 小朋友好奇坐坐看 在走进客厅 所有的家电 沙发和餐桌 橙色通通一片雪白 因为这些也是用盐打造而成 让民众对盐的印象大大改观 起先坐下去的话不敢坐 就好像怕它会那个倒下去 会裂开来 所以就轻轻轻轻慢慢坐下来 然后感觉怎么这么硬啊 不过用盐做成的电视没有影像 得凭小朋友想象力 电视也没有播啊 有啊 有影像啊 假装的啊 号称亚洲唯一的盐旅馆 位于台南七谷台湾盐博物馆内 所有家电家具足足用了三万公斤的盐完成 创意话题性十足其实难度不小 我们在室内空间里面也要固化 固化的固化的过程里面很容易崩落 所以我们失败了好多次了 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 将市民众接受度 评估扩大旅馆规模 也由于现场作品部分结构还未硬化 五号开幕之后 民众想要亲身体验得再多等几天 记者也喜欢许正俊 海南报道